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ahí在這裡 好 剛剛潛水完之後啊 現在肚子餓到受不了了 所以我們馬上來到台中歌劇院 五樓的好樣食藝餐廳 它其實算是一間異法料理的餐廳 所以它有排餐 然後也有義大利麵有燉飯 這裡雖然是位於台中歌劇院的五樓而已 但是它旁邊有一整片的落地床 往外看出去就可以看到 七七一整片的美景 嗨 我們今天請到了 我們的特別來賓 MV蛋 大家好 又是我 MV蛋 你怎麼會吹在這裡 所以我們不是台中嗎 因為我今天來到台中 然後我們認識蠻久了 然後想說 三個久 三年多 和我 第一次就是我們認識 認識吃個兒飯 然後就三年過去了 然後第二次 第一次是壽喜燒 我記得了 那好久以前 然後同學又再也沒見過 有錯了嗎 誒 好像真的有尊合死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其實有蠻多女生會單獨的原因 但是你都拒絕了一下 其實也還好 就有問的話 我有說中午兩個嗎 但今年沒很多 現在問很多 現在大家都可以約我 現在公開招遊 感覺需要多一點經驗值 你有交過很多女朋友嗎 兩任 兩任 第一任好像是學妹 第二任是朋友 那你有這樣告榜嗎 沒有 常常直接親我 對 請到這個聊天室下面 會有多少人就是在說 幹幹幹幹幹 怎麼會 為什麼我都沒有人家親過 我要親人家 還被人家送禁止 怎麼講 可能我到現在還是蠻被動的 所以你現在還在等女生去親你 然後你就 耶 女朋友Gate 這樣 嗨 今天是台中型的第二天 來到了一個非常可愛的地方 叫做奶泡貓咖啡 然後它這邊有非常多關於卡坡 然後有奶泡貓 從它的牆壁 然後到它的菜單 到它的裝飾 甚至連避貼 那我們現在就來介紹一下 這邊的餐點有什麼吧 啦啦 這個是卡坡造型的 莓果起司蛋糕 重點是它連盤子都是 所以你就知道這一家店有多麼的用心 它其實裡面是有莓果的內餡的 外面是起司 因為剛剛說它算是莓果起司蛋糕 雖然它看起來是藍色的 但它其實是起司 奶泡貓造型的 提拉米蘇 我咻 再吃一口 哈尼哈米蘇 所以說中間是冰的 所以我覺得它很棒 真的有點像冰淇淋的口感 很好吃 我要把這吃光了 我們來到今天的最後一個景點 我們來到今天的最後一個景點 沈森進行村啦 那這裡呢 其實就是台中一個非常著名的景點 那這邊會有很多的文青小物的店啊 然後也有一些扭蛋機的店 然後也有一些咖啡廳 可以讓你在這裡逛一個下午 而且其實它的環境 目前看過去是非常的舒適 那接下來我們就帶大家去看看 裡面有什麼樣的小店吧 走 它不會太甜 然後有蘋果 它真的是用蘋果的那個果肉去做調味的 所以我覺得挺不錯的 看一下喔 這是那種厚道系列的 就是每一個 它把每一個動物 然後都把它用著厚道 然後其實有一種就是很搞怪的喜感 然後就覺得 我看好多人都很喜歡這個 它是兩隻小隻的耶 蠻賺的 那我們這次的台中兩天一夜的旅行 就到這裡告一段落啦 那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按讚 然後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 下次見 掰掰